使徒彼得写道 耶稣基督人徒 必须彼此体恤 本着这样的精神 我要对那些遭遇精神疾病 或情绪障碍的人 说几句话 无论这些疾病是轻微或是严重 是短暂情况 或是成年顾及 专家提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会讲到神经或精神失调 先天性遗传体质 强迫症 躁愈症 妄想 精神分裂症等等 所以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不管这些疾病多么令人困惑 却多是尘世生命的真实面 所以哦 患这些疾病的 就跟罹患高血压 患恶性走流一样 不应该感到不好意思 当我们努力在这些艰难的情况中 寻找到平安或理解时 必须记住 我们生活在 而且是选择生活在一个坠落的世界 为了神圣的目的 我们在这追求神性的过程中 或一再受到考验和试探 但我们大可安心 因为在这个计划中 以应许赐给我们一位救主 救赎主 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 他就会提升我们 让我们胜过这一切考验和试探 即使这样会让他拆来的子 父及那来临的子 都付出无可衡量的代价 只有了解这种神圣的爱 才能让我们自己较轻微的苦楚 变得可以忍受 即而可以理解 并且在最后获得救赎 请让我先把刚才所提到 那些严重疾病放在一边 然后集中谈重瘀症 比较常用的说法是 忧郁症 我说的并不是不顺心的日子 报税期限 或其他我们都会有的挫折时刻 每个人偶尔都会感到焦虑或沮丧 摩尔门经中 爱蒙害他的弟兄在遇到困难时 也曾心情沮丧 我们也都可能会这样 今天我所要谈的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我要谈的这个疾病会严重到 多方面限制一个人的能力 使他无法完全硬作 患者心中 黑暗深不见底 即便是虽然我十分赞许要振作 要做正向思考 没有人可以保证说 只要当事人振作起来 多做正向思考 就并能康复 不是的 这种心智和精神上的黑夜 并不只是沮丧消沉而已 我见过一位天使圣徒般的男士 在他竭梨50年 摯爱配偶过世后 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也曾见到新手妈妈 遇到这种情况 被委婉迪说 他得了产后忧郁症 我曾见过这些 击打着焦虑的学生 退役军人 和担心成年子女 扶子的祖母等 变成了这样 这样的情况 我也曾在 尽力供养家庭的年轻父亲上 看到过 说到这个 我也曾经惊恐地发现 自己也落入了 这样的情况 婚后我有一段时间很担忧家中的财物 加上身体极感疲乏 我的精神状态一枕不居 这虽然是意料之外 但却是真实的 靠着神的恩典加上家人爱 才让我得以运作 继续工作 但此之后 尽管过了这么多年 我对其他 更长期更深切地遭遇到这类困难的人 还是深感同情 虽然我们都因前人的榜样而获得的勇气 他们就像先知约瑟说的 曾根据我和莫查纳最黑暗的深渊 并阅渡了那深渊 他们之中有林肯丘吉尔 以及我们这福音其中最宽大 最像基督的人之一 乔治 私密长老 他在成为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 教会第八任先知纪总共会长 受到世人敬爱之前 曾有数年期间一直在和反复发作的忧郁症对抗 所以当你们 或你爱的人遭遇到精神或情绪上的障碍时 你要怎么样回应才是最好的呢 首先 绝对不要对你的天赋失去信心 他对你的爱超出所能的理解 正如上周六晚上 孟孙会长对慈祝会姐妹感人演说 他提到 他的爱绝不会变更 无论你们是悲方或快乐 是亏心失意或充满希望 他都爱你们 无论你们是否配得到神的爱 他都爱你们 永远都爱你们 永远都不要怀疑这一点 绝对不要硬起你们的心 中性的去旅行 能将主的灵带进生活的宗教习惯 寻求对你的属灵福祉 持有全补之人的忠故 要求并珍惜圣职祝福 每周领受圣餐 仅仅守住耶稣基督的赎罪 那能使人成为完全的应许 也要相信奇迹 我曾多次在感受希望禁师的时候 看到奇迹的发生 希望永远不会消失 如果奇迹没有很快的或完整的来到 或根本不会来到 要记住救主自己曾遭受痛苦的榜样 如果苦杯没有被移走 就要坚强的喝下去 并且相信未来会有更快乐的日子 为了尽量避免疾病 要注意自己和其他你可以协助之人的压力指标 就像你的汽车一样 要留意温度是否过高 速度是否过快 油量是否不足 你如果因体力衰竭而导致忧虑 就要做必要的调节 疲惫是所有人的共同敌人 所以要放慢速度 好好休息 充充电 加个油 医生们一再次强调 要是我们不愿意花点时间来维持健康 以后就一定得受疾病之苦 如果情况持续而化 要寻求幸运良好 受过合格训练 具有专业技能和良少价值观之人的忠顾 要诚实地告诉你的病史和你的困难 要借着祈祷 理智地思考他们所给的奏顾 以及他们建议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得了盲长言 神会希望你寻求圣之祝福 并取得最好的医疗照顾 情绪障碍也是如此 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运用 祂在这个荣耀福音期所提供所有奇妙的恩赐 如果你是一位病人 或是病患的照顾者 试着不要被这艰难的猜事压垮 不要以为你可以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凡事尽力就好 如果只有小小的圣令 要心还改机 要有耐心 经文里有很多地方提到主吩咐某个人 要镇静 或要静下来 并等候 耐心地忍受某些事 正是我们城市教育的一部分 至于提供照顾的人 你们在献身协助他人恢复健康的同时 不要毁了自己的健康 一切的事都要做得明智 不要超过体力赛跑 无论你们是否能提供什么 你们都能献上祈祷 和不虚伪的爱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凡事包容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也要记住 即使有各样的疾病或苦难 生活中仍有许多可以盼望 可以感恩的事情 我们都远远大过于自己的限制和苦难 斯蒂芬尼克拉克尼尔逊和他的家人 是我们三十多年的朋友 2008年8月16日 斯蒂芬尼和他的丈夫克里逊遭遇空难 随之而来的大火将他烧得面目全非 他的家人前去只认受难者的时候 只认出他漆了指甲油的脚趾 斯蒂芬尼几乎不可能活得下来 一时以药物让他处在睡眠的状态 过了将近五个月之后 他为他醒来看到他自己 陷入了心理创伤和极度忧郁中 斯蒂芬尼有四个年龄不到七岁的孩子 但是他不想让孩子再看到他 他觉得自己不要活着比较好 斯蒂芬尼有一次他告诉我 我觉得他们忘记我 然后我静静悄悄地离开他们的生活 会比较容易 但是凭着他配到永恒的努力 加上丈夫、家人、朋友 四个美丽孩子的祈祷 以及18月之后才诞生到 尼尔逊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斯蒂芬尼奋力逃出毁灭的深渊 并成为美国最欢迎的妈妈布洛克 他公开地向400万名 关注他布洛克的人民声明 他生命中的神圣目标 就是做一位母亲 以及并珍惜他在世上的每一天 不论你的困难是什么 姐妹们 是精神上、身体上 或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不要对宝贵的生命 投下反对票 不要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要信赖神 相信祂的爱 要知道有一天黎明会破晓 大放光明 今生所有的阴影都会消失不见 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是诗篇作者所说的破碎的器皿 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器皿是在那位神圣工匠的手中 破碎的心灵可以复原 就好像破碎的骨头和破碎的心一样可以被治愈 神在努力进行修复的同时 我们其余的人可以展现仁慈 不断 不论断 友善来重绑协助 我要为神的复活做见证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赎罪 如房角石般无与伦比的恩赐做见证 我要和使徒保罗一起见证 我们所重的必朽坏的 有一天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的软弱最后终必成为坚强 我见证 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今生中曾有残疾的亲人 荣耀的 庄严的身心完美无暇的站在我们的面前 那将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一刻 我不知道 那时候 见到这样的奇迹 是我们自己比较开心 还是因为他们已成为完全 最后 终获自由 而为他们感到开心 在基督赐给所有人的完美恩赐 显示在每个人身上 那一刻来到之前 愿我们都能够平信心生活 坚守希望 并彼此体恤 我这样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